接下來要您看到一名六寶爸 生了六個小孩才發現 沒有一個小孩竟然是他的 哇 這是一名男子 他叫做小黎 他在2017年的時候跟他老婆 我們先叫他小美好了 兩個人結婚之後 在六年之內生下了六名子女 那不過小孩子長越大之後 小黎就發現 怎麼跟我都一點都不像 對 結果經過的調查 親子鑑定之後才發現 小孩竟然都不是他的 那麼在逼問之下才知道 他的妻子謊稱拿他的金子 是要受孕的 結果卻私下從國外來購買金子 在經由人工受孕的方式懷孕 陸續生下孩子 最後這六名小孩 都是跟他沒有關係的 這也讓他提起了 非婚生子女的訴訟 不過法官卻認為說 小黎聲稱前兩名的孩子 是被妻子欺騙而產下的 不過卻已經超過 人工生殖法的三年除次期 因此需受法律的約束 那麼後面的四名子女 是小黎在簽署這個同意書之後 而生下來的 所以不能以離婚為理由 來提出否認子女的訴訟 因此權術駁回要求 全案可上訴 也就是說這個六寶爸 他被律了 但是他竟然沒有辦法離婚 非常的就是讓人家覺得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處你了 如果你是這個六寶爸的話 你發現哇生了小孩都不是你的 到底該怎麼辦呢 而且因為小孩漸漸長大 可能他們在這個相處過程中 也會產生一些感情 如果事後才發現 這樣的事情 真的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沒錯 那歡迎大家也留言 跟我們來一起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的是 知名的網紅健身夫妻 金肉爸爸跟金肉媽媽 他們兩個人呢 結婚超過十年了 不過兩個人卻傳出在今年呢 低調離婚 如今兩個人以朋友的方式來相處 而且兩人呢就像網友坦然的表示說 現在呢 他們兩個人就只是一對合作夫妻而已 雖然離婚了 但是還是保有默契 一起工作 並不是刻意在扮演什麼 兩人近日因一起外出被拍 遭到網友質疑 是他們兩個還在扮天輪 於是拍片向網友們解釋 金肉媽媽無奈的說 可能有些人的認知裡面 離婚就只有一種互相吵架變怨偶 或者是互不搭理 或是鬧官司這樣的狀況 好像不認為夫妻是可以在離婚之後 為了小孩或者是其他的目的 共同相處的 而金肉爸爸也說 其實雙方都覺得沒必要交惡 我們工作上本來就有很密切的關係 長期下來很有默契 我們都很了解對方的工作需求 所以他們離婚之後依然互相幫助 於是他們決定當合作夫妻 幫助彼此工作和育兒 但是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 這人現在是非常理想的相處狀態 未來也會大方的好好相處 希望不再佔用社會支援 接著轉換焦點 帶你來看到一起社會案件 這是發生在台北市的內湖區 提鼎大道與港前路口 在昨天深夜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輛新車要價368萬元起的 這個海神馬沙拉蒂 他因為違規左轉 造成執行的機車 閃避不及直接是撞上去了 那麼檢銷貨包到場之後 發現20歲的騎士是當場沒有了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後 人宣告不治 騎士往前執行 卻遭海神違規左轉猛撞 送一不治 驚悚的車禍發生在台北市內湖區 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18日深夜提鼎大道與港前路口 一輛海神馬沙拉蒂違規左轉 造成執行的機車閃避不及撞上 撞擊力道猛烈 就連馬沙拉蒂的右後輪胎也扭曲變形 而機車則是整個撞爛 騎士倒地不起 警銷貨包到場發現20歲的 調查釐清 昨天下午有一部機車誤上國道 在白河區的國道3號疑似逆向 與一部休旅車對撞 人壓在車下 對此消防局馬上出動 消防分隊前往救援 事後發現一名年約60歲的男子 被壓在休旅車之下 但人已經明顯死亡 因此未送一 全案目前國道警察調查偵辦當中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隊指出 10月18日下午5點35分 由83歲的張姓男子所騎乘的機車 與國道3號311公里 白河交流道北向的出口雜道 逆向駛入主線之後 行駛於內側車道 該車行駛至312公里時 遭到一名22歲的正姓男子 駕駛的自小客車撞擊而造勢 機車駕駛卡於自小客貨車車底 經救護車到場發現該駕駛已經明顯死亡 事故現場於晚上7點25分 完全排除了恢復通車 全案目前由八大隊 白河分隊以及刑事組接續處理當中 今天想問問各位網友 你覺得國小的畢業旅行 應該多少錢才合理呢 我還記得我國小的畢業旅行 應該是三四千還是四五千 大概是這樣子的這個金額 對沒錯 那在台北市有一間國小 他們舉辦了三天兩夜的這個畢業旅行 那是搭高鐵前往台南到高雄旅遊 但是呢要價8200元 就引發了網友討論說 哇這個價錢有點太貴了 對就被網友質疑說這個學校水很深 對此呢高雄中學的校長 莊福泰也提出了六點難處 他就認為啊 學校其實辦畢業旅行這件事情呢 根本就是吃力不討好 網友呢不該異於抹黑所有的學校 而完章曝光之後呢 也引發了網友討論 莊福泰在臉書發文表示 最近某間學校三天的畢履費用8200元 引發了外界討論 但其實影響價格的因素非常的多 他也提出了六點難處 首先畢履對大部分學校而言 事件吃力不倒好 精神壓力又大的苦差事 目的只是給學生留一些共同的回憶 而畢履都是經過一定程序的招標作業 部分學校為了學生著想 想壓低價格 但又不能不考慮品質 而帶隊的老師費用 都是學校的差旅費用支付的 行程怎麼編都不會讓人滿意 如果說選擇教育意義高的話 也會被學生批評 選擇教育意義低的話呢 又會被家長嫌棄 最辛苦的就是帶隊老師 另外呢經濟弱勢的孩子 可能會有免費參加的情形 但是怎麼做各校不一 這部分政府沒有編預算 各校要自己想辦法 而網友看完之後 也紛紛留言表示認同 堅持不能取消 因為會損失很多 因此要求要先把阿嬤的遺體 冰在一個月 等他們回來再出病 讓他覺得非常傻眼 他覺得說自己的親祖母 剛往生 這樣還能玩得開心嗎 那原PO他也說 大伯平常全家對阿嬤 其實就是不聞不問 連通電話都不會打 只有過年的時候會回來演演戲 但他也不在意 就當作大伯家和阿嬤比較無緣 只是他覺得說 這件事情蠻嚴重的 就是畢竟人都走了 而且呢 你還是長孫長息 再怎麼跟阿嬤沒感情 你們應該還是要 就是一起辦好後事下去吧 對 把長輩冰著一個月出國玩 真的讓他覺得非常難過 那這樣的貼文一出呢 其實就引發了很多網友們的熱烈討論啦 那大部分的網友 其實都是覺得說 趕快呢 把這個後事給辦一辦 如果大伯全家沒有心 就可以不用來了 那也有人呢 就是說 平常都沒有關心過自己的阿嬤 那至少呢 最後一程也要好好的送他吧 不過呢 另外其實也有網友 吃反方向的意見啦 他會覺得說 那這個問題呢 可能是你爸爸那一輩的問題 他們上一代的人要自己解決 那不知道網友們 針對這樣的問題 會想採取哪一種態度 或者是如果是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你會怎麼勸勸你的大伯呢 也歡迎跟我們留言分享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在墾丁呢 大家每次去墾丁玩的時候 都會吃什麼 很多人都說 去墾丁大街吃東西 但是呢 有時候價格也是大家考量的點 所以呢 墾丁的麥當勞 就變成很多人 去墾丁玩的時候呢 的唯一首選了 那呢 在墾丁的麥當勞呢 因為他經營20多年了 不過日前卻傳出要歇業了 那麼臉書粉專 舌尖上的恆春 發文透露這個消息之後呢 也引來了許多網友討論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台灣麥當勞總部表示 屏東墾丁餐廳 1995年3月開業 在地經營已經超過28年 原因是因為小犬颱風造成的損傷太過嚴重 基於整體的商業考量 已經在10月初結束營業 而消息一出 有許多網友都捨不得 那並留言說 墾丁大街的招牌之一 看到他就知道墾丁大街到了 又有人說充滿回憶的麥當當 這樣以後去墾丁 就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吃了